HELLO 大家好,我是大神 相信你们今天看影片的标题都知道 上一集是我们找各位网红朋友们存款 就去买一些狗粮给我们的狗狗 所以呢,今天这个影片是记录 我把狗粮送去那个地方 因为已经30包来到我的家了 现在我要把狗狗的食物送去一个叫做Rawang的地方 我不懂它正确的地址是安妮 我会把它放在这边 所以现在我们就要去找那个Auntie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那边的情况是怎样的 然后再访问一下MCO对它们有什么影响 现在我已经order了一个罗里来载一些狗粮 因为刚才我发现到我的车根本就是装不到那些狗粮了 所以,唉,我只好花多一个 160块去叫一个LaLaMove来帮我们送过去 before我的影片开始之前 记得帮我分享、订阅还有按赞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这样只有一根新影片哦 你们才会看到我的影片 还有记得follow我的IG hashtag大神我要iPhone12 当我的subscriber达到500k的时候 我就会把iPhone12送出去 我们现在等那个罗里来先 Let's go 现在我在找上那个司机 终于找到了 因为我们叫的车比较大了 然后距离我的家好像有点遥远啊 但是不行,我们等它 OK,我们的车已经到了 我们用这两车来载 然后我的货在那边 第一次放到这么满 大家废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马上出发 现在有点天不作美 好像要下雨下雨这样子啊 希望哪个地方不会下雨 Oh my god 闲了 哇了,你们看到吗 有毛毛雨了 我一直最不希望的东西 终于发生了 在这么大的太阳啦 都会下雨了 我现在是浮了 还好我这边跟那个地方 有点距离啦 希望去到那边哦 它不会下雨了 哈啰一人 哈啰一人 嗨,你好 今天我要可以来OOK准坐一个车帆rah OK,我们现在已经戴这名阿呱 manual 所以现在我们就出发咯 前范很大雨啊 戴了它过后就很大雨 每次我戴它过后就很大雨 我们现在应该好像是到了吧 然后那边有个铁门 应该是那个 鬼屋 鬼屋 爆腰屁啦 应该是在里面咯 我们打过去问那个Auntie一下 这个Auntie在开门给我们 真的有一点里面 现在我们到了 我们先去看那个狗狗先 因为现在有点下大雨了 所以我们还要拿雨伞 唉 希望那个狗粮到的时候就听雨了 两百多 哇 两百多只 两百多只分开啦 哦 分开啦 分开遍了 你就看到没有两百多啦 因为它是一组一组 一组一组啊 里面全部都是狗的叫声 有没有 插放狗下来啦 没有 没有 没有咬的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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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一次 每天出来一次 他们洗龙就出来就很开心哦 哦 是他们一天直接出来一次 有时候玩到我时了 玩到我时就让他灌回去睡觉哦 哇 其实这些是没有灌的 哦 这些是一路来没有灌的啦 没有的 那边有龙的妈 很美一下 原来可以走 有些是很美的 有些是美啊 好像类似这样 看口袋 可是我们就回来哦 他不给你动啦 他还不给我们动 刚刚就回来了 也几个月了 这些的新狗就一样 还不熟啦 这个地方有几只狗啊 这个只是这样子吗 这边啊 那边几十只哦 前面那边几十只哦 换做的又几十只哦 前面那边有几十只哦 所以全部加起来 两百多只狗 之前有三百多只的 送领养二十多只了 所以这边如果有人要领养 是可以的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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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要领养的朋友哦 可以来这边 我会把电话号码放在下面 你们可以连到这个阿姨 对对对 支持领养代替购买 劫杀代替补杀 这个妈妈 是之前 在马节修出来的 又回来生了十五只 十五只 所以这边两百多只狗 都有名字的 通常都有的 通常都有名字啊 都是有的 那两百多只的名字 因为 比如说 好像这只我在马路救的 我就叫他马路 马路啊 不然我叫他 小狗来他也不知道 我在叫他 OK 现在 这边会有比较吵一点 因为全部是狗叫声 然后哦 这边的狗 全部是放出来的 所以地上哦 会有很多 所以我们走路都很小心一下 然后这边全部是 baby的地方 都是刚拿回来哦 没有没有 他们baby回来了 这个咋的 那个全部很像的 哦 是哦 这个是妈妈一起救的 他妈比较怕人哦 哦 来 来 快点 来一个点 来来来来 很少见到有生人啊 是哦 哇 所以大家这边啊 刚才我听那个auntie讲啊 是一个月啦 他们自己买啦 我也不懂要买多少包 所以现在我们要访问他一下 他们一个月的开销是多少 然后这些流浪狗啊 是要吃多少包哦 ok auntie我想问一下 那你这边一个月啊 的开销是多大 我们只是吃了哦 我每个月都会订150包 这个9千块 150包狗粮9千块 啊 然后还有米 肉 只是单单吃哦 大概就要123千就 每个月要123千 啊 因为我们还有个一点 在外面流浪的 哦 这样 auntie为什么你会要做这个东西啊 啊 这个就很奇怪了 啊 这些我们 你自己有做工的吗 没有 现在没有 是全职照顾他们啊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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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们在一起做工厂啊 之前可能是比较喜欢的 会обello on量仔愿地有做工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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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有击次有击次有击 country 然后就是有击次有杨 然后我看到马路了 很奇怪的路的水毕要折冷很治愈的 啊 哦 然后你就开始了 慢慢地也是 慢慢地又灸 这会不会卸不到 是没有什么睡的 他们晚上有时候会吵 因为这边是小巴嘛 然后晚上一个叫就 全部跟着叫啊 所以我们这边看的 只是一小部分罢了 对 所以我们去看另外一部分 OK吗 我们看一下 因为真的太多狗了 这边 诶诶 塞狗 有一个狗的有名字 哦 这边叫NCO NCO啊 为什么 因为刚刚NCO的时候 它被车撞到 哦 它也有车撞到 啊 它不会车 然后现在它已经被车 哦 虽然现在太NCO了 啊 有种意思 哦 哈哈哈 OK OK 我们最太难了 真正的 它是狗温的 哦 它是狗温的 Destember 哦 那时候以为它死了 哦 可是它进回啦 又回可是 再有后一次 它是狗温的 这卡 这卡啦 哦 所以 它是正好狗温的 那狗温 那它已经 到你了危险期了 已经好了 已经好了 好了啦 它已经可以打一遍房间了 哦 走到 走走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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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他是车祸了 他的手截肢 然后他的眼睛现在盲了 没有牙则了 他叫做Anson 所以他是有皮肤病 然后主人不要他丢他在路边 皮肤cancel 皮肤cancel 他是有皮肤癌的 他的肿瘤你看 他身上是有肿瘤 看到吗 一粒一粒的 MCO的时候真的是 比较少人捡的 然后食物也是没有什么人送过来 之前都有很多猪肉啊 鸡肉有什么人送来 现在没有 不要少啦 然后现在我问一下 会不会属于在很缺凉的状况 不会 才可以 我本来是很缺的 就是我们自己每个月订 还好我们的狗品上是 有时候他给比较 特别的价钱 不是特别的 是让我们捡了 没有 只是摘狗品就9000 是啦是啦 每个月是要吃100多包 没有餐 而且煮肉啊牛肉啊 没有 我没有煮饭的 你一定要煮啊 没有没有 然后小的啦 病的都有煮饭 每天都有煮饭 至于全场吃 就是一个星期大概是一次到两次 比较辛苦的狗 他们就吃比较好一点啦 就雇他们一家 然后 比较健康的就给他们吃狗品 其实这狗品是好的 我们人手也不够 人做不来 你们这两个人雇完全不够 现在没有人做工 只有两个人做工 以前是有人做工啊 有请过工人 有义工啊 他们有请工人 可是工人都 接受不到啦 因为太吵了是不是 他们有时也会怕啦 你进来你养狗 你也会 休息吧 这样大家请 然后又 没有很干净啦 所以我明白 为什么阿姨讲我穿白也会变黑衣 你看 因为他们会 他们会跳上 但是OK我带另外一间鱼来 因为他会抱你 可以记念 蛤 可以记录哦 是吗 应该是 会有叫的起床吗 不会 一定叫的 1点多 3点多 5点多 6点多 来人年纪都会叫 OK我们的食物 狗粮生意到了 OK我觉得不错 等下我们就要开始 我们的搬货了 然后里面是他们放狗粮的地方 这边你看好像很多啊 但是我觉得 一两个月就没有了 都可以都可以 搬货了 还可以 我去把你搬货了 再把你搬货 去搬货了 处理 去搬货了 你搬货了 我去搬货了 我去搬货了 我是搬货了 真的假的了 真的假的啦 Tall right,走 不太帆了 看 Tall right 你出去 打 把银水 把银水 打 拿 看 奶 扇 臭 潰 - 哇! - 哇! - 哇! - 這邊有120包,然後可以用幾久,Auntie? - 大概是19天到20天這樣 - 19天,120包吃完? - 哇!可以了 - 哇!這樣我30包應該是幾天吧? - 1000我們大概有9包 - 哇!很過敵耶! - 如果是有餵飯就不用 - 有餵飯就大概5到6包這樣 - 但是有餵飯就是要你什麼去煮哦? - 嗯,要煮了 - OK,大家,所以剛剛呢 - 我又從那個狗場那邊回來了啦 - 我還有另外30包還沒有送出去 - 因為另外一邊呢 - 狗糧有點在缺乏當中 - 所以呢,我等不及他們 - 然後要拍這個影片 - 因為喔,我是打算兩個地方一起拍在同一集 - 所以呢,這個影片即將要結尾了 - 然後下一個送狗糧的那個東西呢 - 我就會私底下自己送 - 就沒有再拍影片了 - 因為它的貨到現在都還沒有好 - 然後還有另外30包我們會送去 - 給那個霍廟的 - 流浪的地方啦, OK? - 如果大家也是有興趣要捐錢給他們 - 或者捐狗糧的話 - 你們可以知道這兩間 - 就是以下我去捐的那個 - 狗狗的地方啦 - 我有個感觸啦 - 就是剛才那個Auntie有跟我講 - 就是他很感謝我們有這樣做 - 因為他講有很多人看不起他們 - 就是覺得他們很骯髒 - 呃,我感覺到他講這個的時候啦 - 他真的是有點心酸 - 然後有點要哭要哭耶 - 然後其實我也明白為什麼他們會這樣講 - 因為啦,今天我一去到啦 - 我踩了狗大便啦 - 已經踩了不用急身了 - 但是我覺得很長了 - 一個場裡面有300隻狗耶 - 整地大便喔,是沒有問題的啦 - 我自己覺得啦 - 而且重點是啦 - 兩個人照顧200多隻,接近300隻狗狗 - 他們的大小便全部都是那個Auntie、Uncle做的 - 所以他們真的是非常的偉大 - 相信你們剛才看影片的情況喔 - 前面啦,你們會知道那個環境是多麼的惡劣 - 而且剛才我有訪問他 - 你們一天只睡幾個小時 - 他們想他們一天可能只睡到3、4、5個小時吧 - 因為半夜那些狗啊一飛啊 - 整春一起飛 - 他們睡覺的地方就是跟狗他們全部一起的 - 大家,如果你們真的是有養狗的啦 - 大家,如果你們真的是有養狗的啦 - 請不要因為你們的狗得了一些病或者是皮膚敏感 - 而把牠拋在路邊 - 讓牠變成一個流浪狗 - 這個世界上有這麼多狗狗 - 他們只是收了300隻狗狗 - 你們覺得很多 - 其實在馬來西亞的流浪狗來講啦 - 只是牠們的一小個的灰塵嘛 - 你們知道嗎 - 希望你們買了過後 - 你們的狗生病了的話 - 你們真的是要盡自己的所能去照顧好牠 - 因為其實狗狗的命 - 也是一條生命 - 很多人說領養代替購買 - 我明白這個東西 - 但是 - 不是每一隻狗 - 你們都會看上的嘛 - 有些人是買自己喜歡的狗 - 沒有錯的 - 就好像我樣子 - 我有曾經想過要領養 - 但是我覺得如果我領養到我不喜歡的 - 這樣子我養還是沒有意思的 - 因為我養 - 我就是喜歡養我喜歡的品種 - 所以我養了 - 如果還有什麼身體不舒服啊 - 皮膚敏感啊 - 我都不會丟下牠不理 - 因為當我秒的那一刻啦 - 啊就是我家人 - 我就是要把牠照顧到底 - 狗的一生只有你們 - 你們的一生可能有很多過客 - 但是狗狗的一生只有你們 - 請記住這一句話 - OK - 如果你們喜歡這期的影片的話 - 記得幫我分享訂閱還有按讚 -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 拜拜